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由英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08集 国面三场正处于最辉煌的时期 工人上万 年利润有两三千万 还是商都市国企中出口创汇的大户 这样一个厂 副厂长有多忙可想而知 袁洪刚每天都巧不沾地 厂里的工人一直是三班倒 他这个当副厂长的也不可能太闲 前些日子他亲爹把脚摔了 袁洪刚除了去过医院一次 后来只上门来看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 上次他就瞧见刘勇了 对刘勇的行为吧 他谈不上喜欢 可人家真心实意来帮忙 袁洪刚当儿子的 不能伺候受伤的老父亲尽孝 也不可能说把刘勇给赶走吧 刘勇可是帮着做了 他这个当儿子都没做到的事 袁洪刚怕他将来会提一些 让人为难的要求 看见刘勇就有点心虚 也就是现在的单位领导 大多数是真情怜 一心为场子考虑 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思想 要换了后世啊 像国民三厂这样大的国企 袁副厂长亲爹摔断了腿 还怕请不到人照顾吗 只怕不被看中的下属 还抢不到这个活儿呢 现在是真没人能想到这里 袁副厂长还管着 厂里职工分房的事 因为很难做到人人满意 他经常被厂里的工人 骂得狗血淋头 他这人身上瘦 脸却圆圆的 工人们私下里叫他袁大头 袁洪刚不知道吗 他心知肚明 可有啥办法 有些工人从国民三厂 五十年代建厂就来了 资格比他还老 他遇到虎脚蛮缠的 也只能捏着鼻子绕道走 那些工人也够牛逼的 根本不怕厂子里开除他们 国民三厂的笑意好 工人们能挺直腰杆 从袁洪刚面前走过去 为了生产大事 袁洪刚还得反过来哄他们 明明手握大权 偏偏没有用武之地 既要忙工作又要受老婆和老娘的家板期 亲爹受伤了都不能伺候尽孝 处在如此境地中的袁富厂长 面对刘勇这自来熟的 无微不至的献殷勤 他能咋办 他一点都没有 老子就这么牛逼 你拍马屁是应该的 那么怡然自得 袁富厂长他惶恐啊 好不容易抽空回家一趟 得 老爷子去医院复查了 他又没赶上 老太太倒是给他煲了猪肉饺子 袁洪刚吃得满嘴流油 筷子还没割下 老太太就发话了 饺子好吃吧 今天这面呀 还是小刘柔的 他手上的劲儿 比你没用的老娘大 你吃着小刘柔的饺子 人家又替你尽孝 照顾你亲爹 咋就这么心安理得的 没个说法 老太太嘴里的小刘 在旁边连连摆手 嘴里念叨着应该的 老太太对袁洪刚没好气 你不能欺负人家小刘老实人哪 不知道内情的人 见了这一幕 只怕以为袁洪刚是捡来的 小刘才是老太太的亲儿子 刘勇同志啊 你坐下说 咱俩好好谈一谈 袁洪刚也觉得 人情越欠越多 他要用啥还呢 刘勇呢 有啥事赶紧说 不损害场子利益的话 他能帮就帮呗 袁洪刚听说 刘勇是农村来的 还以为是安排 子职辈进场之类的事 郭冕三场笑意好 建场之初的第一批工人 也上了年纪 家里的孩子长大了 想进场工作 都要排队 郭冕三场根本不缺工人 厂里有些人才四十多岁 为了给接班的后代 腾出进场名额 还得提前办理退休呢 一个萝卜一个坑 刘勇要是想求他帮忙进场 袁洪刚觉得难办 却也要硬着头皮试着解决 厂里新招的人都是工厂子弟 要不也是城镇户口 农村户口的确不好办 特别是他的一言一行 都被厂子那些闹着要分房的工人们 盯得死紧死紧 袁厂长 事情是这样的 您看我不是进城讨生活吗 没技术也没户口 找工作不好找 就寻思着想干个体户 天冷了在街上摆摊越来越不方便 也想把规模扩大点 好让家里的亲戚也有个事做 就想开个店 听说二七路四十五号那三间空着的门面是国眠厂的房子 就想让您帮帮忙 看看厂里是不是能同意租给我开个店 二七路那栋小楼 袁洪刚印象可深了 这房子扯来扯去的都空着一年多了 原本国眠三厂在那里搞了个展售门店 是把厂子里生产的纺织品摆在那里卖 其实是上一个厂子搞的门面功夫 三厂生产的东西有多少市场吞多少 还要出口 哪有闲情搞那点零售业务啊 后来又说那房子是私人的 国家打算还给原主人 那个小楼孤零零耸立在那里 想分房吧 个个都打破头要争 人人都觉得那是个独栋小楼 不肯退让一步 厂里面被搞烦了 干脆把那房子暂时闲置 这都一年多了 刘勇不提 袁洪刚自己都快忘了 私人从单位手里租房子做生意 袁洪刚听说过 那些动作快的个体户都开业了 袁洪刚琢磨着这件事能不能办成 随口问道 你准备做啥生意啊 卖服装 刘勇也没隐瞒 就不让工人去住 你就管着这谈事 做主租给小楼不就行了 袁洪刚摇头 妈 事情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是可以代替厂子里拍板 但这房子的产权存在争议 这房子到底归谁 现在还没摆着清楚 袁洪刚为难啊 刘勇也看出来事情不好办 不过他知道 袁洪刚是同意要帮忙了 房子产权纠纷的事 刘勇不懂 他就知道城里面的房子都是国家的 是像国民厂这种单位的 国民厂说给谁开店 那就给谁开店 直接来找袁副厂长的路子是对的 袁副厂长松口了 其他事都好办 刘勇这边算是在三厂领导面前挂了个号 店面是挨着的三间 只租一间这种事 从一开始夏小兰就没考虑过 要是别人看服装店生意好 在他旁边给开一间 那才叫恶火呢 要租就把三间都租下来 等袁洪刚老父亲从医院复查回来 刘勇又把人给背上楼 袁洪刚是真忙啊 来吃盘饺子和刘勇聊半小时就离开了 刘勇再见到夏小兰时 就告诉他租房子的事有了五成把握 袁厂长挺好说话的 不是那种难相处的干部 27路45号那三间铺子 我们多半能租下来 刘勇说这话时 李凤梅去学校接孩子去了 夏小兰和刘芬在屋檐下理货 雨雪停了 雨奶奶又拿着她的大扫帚出门去 刘芬整理着衣服 不时张望着门口方向 不一会儿 雨奶奶慢吞吞提着扫帚回来了 刘芬呢 又帮她把街给扫了 雨奶奶这几天的活都轻松得很 听到刘勇说27路45号 雨奶奶脚步一顿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啊 原来这就是原因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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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